各位我是華哥呂志華 最近美國對中國的關係相當之惡劣 美國頻頻在不同方面與中國開戰 包括了疫情戰、輿論戰、貿易戰 以及最近的金融戰 而台灣蔡英文就趁中美雙方交戶的時候 想抽些油水 又是頻頻做出很多不同的小動作 最主要是想宣揚他們民進黨方面 這個台獨的理念 今次我們想講的題目就是台中的關係 究竟雙方現在處於什麼關係 以及如何還擊蔡英文現在所做的各種小動作呢?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能夠將我的影片傳閱出去 以及希望大家向你們的親友推薦我這個頻道 多謝各位 最近中美方面頻頻交手 美國對中國可以說處處都是針鋒相對 除了較早前的疫情戰之外 跟著貿易戰、輿論戰 以及最新的金融戰 幾乎可以說各種都是衝著中國而來 各種都是針對著中國 好了 蔡英文方面相當聰明 現在中美交戶期間 她又利用這個形勢去推行自己的台獨理念 她用什麼方法呢? 她一方面不想跟中國真的會開戰 但另一方面她又想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到台灣成為一個獨立實體 雖然她在就職典禮裡面已經講過 她希望跟中國方面能夠和平、對等、民主、對話 但事實上她口講一套 另外做的一套就是 她希望透過制憲 來達到她們所謂的法理台獨 什麼叫法理台獨 即是說 蔡英文口頭上雖然說 跟中國希望能夠和平、對等 和希望民主、對話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她又希望跟中國一方面 並沒有戰爭發生 但另一方面想將台灣去中國化 以及做到所謂法理台獨這個理念 即是說 在法理上 台灣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甚至可以說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好了 現在我想逐樣逐樣講一下 蔡英文最近做過一連串 什麼小動作 首先 在今個月份的18和19號 就是第73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在這個大會之前 美國方面已經聯同她們的盟友 表示支持台灣 重返世衛 好了 美國眾議院甚至通過議案 支持台灣 重返世衛 但很奇怪 美國在今次大會中 並沒有作出提案 只不過是透過她們的盟友 提出這個提案 你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美國很聰明 他只不過在口頭上支持台灣 其實有很多事件 去到重要關頭 他都會出賣台灣 而台灣以為紅谷張志 有美國撐腰 就可以重返世衛 再加上抗疫方面 相當成功 以為這樣更加得到更大的本錢 重返世衛 以及在開會之前 甚至捐贈100萬個口罩給印度 因為印度是今次大會的主持 可以看到蔡英文以為 透過種種不同的方法 就可以有一個奇蹟出現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世衛都否決了台灣 重返世衛入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世衛已經有條例 清楚列明 如果台灣想以觀察員 進入世衛 就必須以中國提出 然後以觀察員的身份 才可以重返世衛 可惜他以為可以擾導中國 而達到 事實上是不能成功 好了 這個小動作不成功 但是蔡英文並沒有氣餘 而美國也是 和蔡英文暢商禍 一直試探中國底線 以及故意捉腦大陸政府 例如在蔡英文 這個新的一屆奏職典禮 在5月20日舉行的時候 蔡英文重新不接受一國兩制 也不承認九二共識 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蔡英文的奏職典禮 竟然正式觸害 以一個國家身份 觸賀台灣總統就職 以及將台灣稱之為可信賴的夥伴 其實一直以來 美國過往 各界政府的官員 都避免和台灣的官員 正式打交道 以免觸怒北京 這次蓬佩奧的做法 很明顯的一件事 他就故意做給中國看 想看中央政府 想看大陸政府底線 究竟去到哪裡 所以中國外交部已經發言 指責美國蓬佩奧 說他嚴重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以及違反了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顧問論如何都好 美國我相信未來將會繼續 與台灣一起搶相亡 一起聯手對付中國 台灣亦甘心做美國的一枚棋子 蔡英文除了甘心做美國的棋子之外 他本身來說 在台灣亦繼續做出很多不同的事情 希望能夠做到法理台獨 在5月8日 台灣立法院一讀通過 《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法》的修正草案 這個修正草案是由民進黨的立委 包括了蔡易如、莊瑞雄、陳婷菲等人 一共多人提案的 而刪除了這個草案條文中 《國家統一》的四個字 刪除了這四個字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將來台灣 假如你說支持統一 就有機會犯了叛國的行為 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即將來台灣的法理 國家統一變成違法的行為 這就是蔡英文透過制憲 去實現法理台獨的一種方法 除了這個之外 蔡英文還做出很多不同的小動作 在今年1月3日 蔡英文競選總統的發言人林靜儀 在德國之聲的訪問中 更加大膽地說 中台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由此可見 雖然台灣一直都說 希望和大陸政府和平對等 但事實上 已經透過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行径 包括在輿論方面 一直想說和宣佈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可以更加推前到今年3月31日 蔡英文更加作出了電訊終端設備 審核辦法的修改方案 這個修改方案 就是所有大陸進口的產品 禁用中國台灣致養 即是說如果大陸有這些手機 例如華為小米的手機 想在台灣銷售 如果裡面寫著中國台灣 就不可以公開發售 這一點來說 也是蔡英文想去中國發 以及想透過各種渠道 發理台獨的一種手段 中國面臨台灣這麼多小動作 面臨蔡英文一路路的進逼 是否完全不理不管不問不問呢 現在中國政府終於正式反擊他們 日本共同社最近發表了一段新聞 大陸政府準備在今年8月 在東沙群島有軍事演習 演習就是搶到軍事行動 這一點來說 就是相當重要 因為東沙群島 就是在海南島和台灣的中間 大陸這樣做法 其實想讓台灣知道 中國政府是有能力攻佔這些群島 也有能力攻佔台灣 所以這段新聞 一出的時候 台灣政府蔡英文立即作出回應 表示台灣方面有很好的軍事力量 可以監察到台海的一切軍事活動 換言之可以看到 蔡英文也開始擔心 台灣如果真的面對著 大陸東沙群島的軍事演習 他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正正就是考考現在蔡英文的政治智慧 面對著蔡英文想去中國化 所有產品進入台灣 不能寫中國台灣這個字樣 大陸政府也有一套反制措施 現在大陸政府也發表了最新的海關條例 台灣所有商品如果想在內地銷售 想入口中國 就必須要印有中國台灣字樣 否則所有商品一律都不能中國 中國大陸銷售 大家可以看看 台灣只有二千多萬人口 所以佔大陸所有出口 可以說是相當微不足道 但反觀台灣 如果失去大陸市場會怎樣 大家可以看看這些數字 原來台灣出口大陸商品 每一年佔台灣生產總值 大概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換言之 如果大陸全部禁止台灣的商品入口 的話 台灣的生產總值 將會倒退兩成到三成 這麽厲害 所以這一點來講 也可以說 蔡英文這次真的不須拿來碎 自己捉蟲了 好了 現在可以看到 大陸對台灣這種台獨行為 是否完全束手無策呢 絕對不是 未來來說 相信蔡英文還有很多小動作 以為這樣就可以一路進逼大陸政府 但我相信大陸政府也有一連串的反制措施 令到台灣無所思其其 所以未來中台雙方這個角力 可以說好戲在後頭 多謝各位 帶一更好是 當招呼 跟著一門 那天